現在在這個客人的家 我先拍一些影片 拍一些事前照片 過程我應該就不拍了 有氣候的 這個座廁 就 白英泥有玻璃膠 有生鏽螺絲 這個座廁 之前應該是重鋼仔 沒有換座廁就重鋼仔 我的座廁已經進入地台 下面的 我現在蓋出來 它應該會有一個空 會掉下了 會有一個洞 會有一個大灯 我們應該是開破壞模式去倒閉 就是這樣 另外 鹹水鍵 我稍後會貼出來 將這個鍵 放向下 這個位置 就是後位 我已經磨到後位了 這裡 還有這裡 這個位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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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這個時候 下火 鋼仔白氣 它的力度 大概是 介乎在普通的邊爐氣 和黃氣之間 是輕便的 不過 買氣的時候 比較難 比較難做 它不太用心急 因為它 因為它 它 你心急 它只會燒焦 它就不是升溫 對它升溫 沒有太大幫助 它總長時間 總長時間 都是這麼長 放在這裡 你會見到 它 原本這個鍵 它已經 因為它受熱 它受熱 你會見到 這裡已經 開始慢慢地 看到嗎 好 在這個時候 我們用一個 沾水鉗 順著 順著撕 不要像我這樣 這樣奢侈 要不然 是 拿一把五個多水的 用來做這些 還不得了 這樣 讓它冷卻了 然後 拿紙布 拖 所有人是用紙布的 你出去買的時候 都要小心 小心 說 如果你去所有店 跟他們說 沙子 它都會釋給你的 但是 你去 五金店買 說沙子 它真的會給你沙子 好 因為這棟樓 不給高壓力效 現在我們 記得嗎 差不多12點 平時我都不做 這個動作 我相信 我相信 其他所有人都不會 每一道口都要做 每一道口都要做 是老闆炒齊了 配件 內外都 散了它 就不用散得很重要 轉幾圈 讓它花了面 這樣就OK了 現在就 兩道口一起做 好嗎 就不用散了 一口也 就不用散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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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 我都不用散了 好的 新座廁 但地上的櫻泥還沒乾 不等它了 等不到它了 我用櫻泥安裝 就不用玻璃膠安裝了 整個東西都完成了 因為之前呢 過瓦仔走了雙層巴士 我們即日 批硬的底 其實我已經用了這個 又是這隻 急結束硬的 發光泥 但還是等不到它 時間緊迫 這次我就不打架了 我就用櫻泥去收口 首先第一層呢 我就拿些發光泥 接著就白泥收口 普通白泥 就用大黃泥 4個 第一層 好 我最會的 太多了 可以 放入 太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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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用水桶去廚房把桶清水 做個這樣的東西,待會當後碼用 好了,做完就這樣 用水做好就這樣 臨走前幫我沖一沖地下 盡快一點鷹泥就養護一下 這樣就走了